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春,我现在在巴基山首都伊斯兰堡 上次我不是帮那个巴基兄弟创业嘛,后面遭遇那个飞车打,所以我就停了几天 现在我也开始拍视频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哦 我们这期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研发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主要就是研制那个烧烤,那个烧烤看的简单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外面那些烧烤老板,他们技术封锁的比较厉害 他们不会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研发我们的产品了 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成功吧,大家可以关注我后续的视频 好,今天先过来这边买一些马沙拉,买一些咖喱 但是我不知道哪些是咖喱,所以我只能买一些马沙拉 还有辣椒吧 现在我来这边买一些鸡肉 哈喽老板 这个多少 不要准备鸡肉 不要准备鸡肉 准备鸡肉 OK,OK,OK,好 拜拜 好,我现在买一个扇子吧 这个扇子80卢比,到时候烧木炭的时候需要 我现在来这边买一个刷子刷油的 这老板拿过来了 哦,你打开一下,open,打开一下 open,yes,打开,看一下 哦,这样的,到时候好刷油 这个how much how much 50是吧,50是吧 OK 好,50 对 好,thank you boss 看他把这个扇子打开,打开一下,现在他弄得这么高了 哈哈 啊,哈哈,倒了,倒了,他们这边好多小孩喜欢玩这样的 把那个烧烤盆拿过来 啊,yes,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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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烧烤盆 好,就放这里吧 嗯,放好一点 嗯,就放这里,是吧,放那里 嗯 嗯 好,这个拿去洗一下water,洗一下 对,放点盐 ok ok 全部放,上 全部到全部到全部到 全部到,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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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这全部到 我现在先让他们把这个肉串好 到时候我来烤 不让他们烤了 让他们烤的话 我控制不了这个味道 这两位大哥对这个烧烤也是门外汗的 他们也不懂 所以我要亲自来调 现在我们准备生火了 待会那个火生好以后 肯定要我来烤的 上次就他们烤 然后就烤得很干 那个根本就不是烧烤的味道 所以整个过程我要自己把控 今天放的那个料比较多 放了那个好多麻烦辣辣椒 我给大家进去的那些看一下了 还有剩一些的就这个铁串不够了 我们就先烤这么多吧 这个是油 刷子也是今天买的 到时候烤得有点焦的时候就上面刷一点油 这个时候误会的一幕发生了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下面的火还没有均匀 所以我就先把大哥放在烤串离开一下 没想到这位大哥生气了 直接把烧烤一丢离开了 这个好不够 再加一点 这个好不够 这个大哥可能不理解都生气了 没关系 这个好还不够 这个好还不够 这个好再加一点 那个大哥知道为什么生气了 他可能不懂吧 可能我在这里止 所以他不高兴 还是我来的 因为都生不了 所以他们生气了 旁边围的小孩太多了 这位大哥去赶这些小孩 哇 这么多辣椒 今天放的那个辣椒有点多啊 我这个手都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油浸了好多灰 这个大哥送来点菜过来 感谢他 这个大哥送过来 他还要钱 还要一百块钱 我就不给他 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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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拿菜过来的 我本来是不要的 他要收一百块钱 他一百块钱其实也不 我为什么不给他 他就是算了 我觉得不能贯了 这个熟了吗 我看他应该还没熟 大家看一下熟了没有 这次放的那个油没那么干了 真的比上次香多了 下次的话我们不要放这么多的辣椒了 这有点辣 味道的话确实比上次好吃多了 但是它有点辣椒了 有点辣椒 对吗 有点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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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们给他放什么辣椒 我们要放小辣椒 不能太干了 这有点辣 这有点辣 有点辣 哇 这个小孩阿里 他一个人拿那么多 对 关键是他没有那么干了 可能是放那个油的原因吧 就是放了辣椒有点多了 有点辣 下次不要放那么多的辣椒 有那种烧烤的味道 很香 所以我们也在一次次进步当中 这一次我们的产品经验又提高了 希望上市以后能够得到顾客的满意 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烧烤味道都是自己调的 因为外面的烧烤老板对我们都是有技术封锁的 他们是不会教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摸索了 好 今天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帮忙点赞 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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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